整整的把它用七個電磁把 全部都是走 無線的 這個濃縫的深度呢 達到了一百二三十米 所以如果要拉電線來去接電磁把的話 第一個 有可能電線比較常會遇到 第二個呢 整個要電線再拉 再加上這個保護管的話呢 可能它的成本真的也會比較高 第三個 萬一有哪一個電磁把壞掉了 光去排查那個電線 那第四個 電線在田裡面繞來繞去 真的也是 所以探長呢 今天用了一個 新的工具技術 整整的把它用七個電磁把 全部都是走無線的 在這裡就是這個 有兩個部分 一個呢 就是太陽能的內無線的傳輸模組 另外一個就是 透過智慧電箱的訊號 傳到這裡來之後呢 這個盒子就會對這個 脈衝的電磁把做一個 它就會做一個啟動電箱 在這裡 上面呢 是大家看過的 Bulega跟交流接觸器 這個就是我們的控制模組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在閃的就是通訊模組 下面呢 有四個30A的計電器 裡面我們都配了一個電錶 讓大家可以知道 開的時候 真正馬達到底有沒有在開哦 打開啟動 打開導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